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片就白斤了 这么多盐就够了 放料酒 放姜葱 抓勻腌制15分钟以后就可以了 牡丹鱼片这道菜呢 其实就是一道生敲菜 敲的这个鱼片一定要剥 用力均匀 如果你大了鱼片坏了 你小了又劲道你敲不好 食材的鸡肉纤维敲蛋 变得非常的细腻 口感非常的滑 这道牡丹鱼片 我用时大概三个小时 才敲好 以前做这个牡丹鱼片呢 是没有木质的 是我们用剪刀慢慢剪的 把它压上 剪刀 把多余的剪掉 这个鱼片的话 大中小 割12片就差不多了 这道菜主要是油温的把孔 油温高了 一下就浮了 油温低了 炸不成型 时间稍微长一点 颜色就变深了 不好看 炸鱼片呢 听听你有这个耐心 如果是炸鱼大盘 这就考虑你的耐心了 这个菜我们选用的是 鱼香味性 是川菜 多油的味性 和辣酸甜 四味尖壁 姜葱酸酸香味浓郁 下一步 我们把炸好的鱼片 拼成不丹花 我们先将土豆捏 以成继织 帆塘族的花蕊 那是这种花蕊 螃蟹 对 用简单的色彩把这道菜做得高压笔直 提醒了蚕菜除了唯一道之外 在英式文化上面的一种更高的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